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赖正凯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快速的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德州小学枪案家属 警方认错 亲人也不会回来 德州洛伯小学枪击案罹难者今天开始安葬 悲剧发生以来 警方因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制服枪手 遭到外界猛烈批评 德州公共安全局局长迈克洛 已承认这是错误的决定 家属陈通表示 即使警方坦诚犯错 丧命的亲人也不会回来了 南加两起校园威胁 一学生被捕 一学校关闭这周五 周二 鲍德文公园市塞拉维斯塔高中 收到一封校园炸弹威胁邮件 警方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逮捕了一名该校学生 同一天 圣安纳斯立天主教学校 Matterday高中也收到威胁 基于安全考量 奥兰治县教区决定本周关闭学校 被野牛冲撞抛高10英尺 女游客丧命皇室公园 皇室公园管理局表示 一名来自俄亥俄州的25岁女子 在参观皇室国家公园时遭野牛冲撞 并被抛向空中后不幸身亡 管理局说 估计有2300到5500头野牛生活在公园里 它们造成的伤害比任何其他动物都多 泰晤士亚洲大学排名 台大第21 北京清华第一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 今天公布2022年度亚洲大学排名 共计六所台湾的大学 跻身前100名 其中以台湾大学排名最高 为第21名 其次为台北医学大学 排名第29 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分居第一和第二名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京卓尼 境华之力 oms 已经